刑事局专案小组特别到美国洛杉矶与美方进行政务交接 将装有液态安非他命的24瓶红酒带回国 这起跨国运毒案起因是韩国警方在侦办一起毒品案时 发现毒品来自美国运毒车手却是台湾人 刑事局国际刑警科接获献报后 立即组成跨国专案小组执行日弱行动 在台美日韩及马来西亚五国执法单位共同合作下 共查获46公斤多的甲基安非他命与44公斤多的骨壳减 这个案件本来是从韩国警方提供我们的情报 那这个情报呢我们经过这个大数据的分析 那知道呢这个毒品呢 只能是我们国内啊把这个一个情团啊企图 从货占机啊以这个葡萄酒的这个包装当载体来 然后把这个毒品运送出来 那同时最重要的是把这个毒品运到日本跟韩国 那在美国境内啊我们就查获了甲基安非他命与37.76公斤 然后我们在向上溯源就查了3.6公斤 然后呢把这个毒品的过云跟过云也查获 那同时我们后续啊在往下游追查 到了马来西亚呢也查获了44.9张公斤的这个骨壳减 那全案呢是经过我们住过单机啊台北经济文化啊 在办事处呢来接洽 那顺度的在今年8月啊就我们陈检察官啊 带我们的区族人啊 来到这个美国啊 那完成这个司法部署的这个取证 在美国执法单位配合将代性车手等人驱逐出境后 刑事局方面发动六波具体行动 将有黑棒背景的正姓祖贤 及相关成员共13人陆续逮捕到案 警方进一步说明这个跨国运毒集团的运作模式 这个集团呢是有在台湾的有太阳汇背景的一个正姓祖贤 他在国内招募所有的运毒的车手 那招募车手以后他的派遣的模式 就是说看到美国地区去取得这个安贝他命 那这个安贝他命他是运输的手法 手术的手法非常特别 就是说将晶体的安贝他命融与水 就如同现在要征务沉淀 融与水以后因为美国加州是一个红老酒盛产的一个地区 那如果说光光客如果用这个红酒来这个影笔里面 这个液笔的毒品是非常的难以查清道案 因为在X光的成像里面 不计那个专业人员细部的去分析的话 是看不出这个里面的材料 然后他们再用气泡紫带然后把这个胡老酒包起来 全海已经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及组织犯罪条例等罪移送 经法院裁定积押获准必有警察官侦察终结进行起诉 刑事局方面发现黑帮常以赚取高报酬享受免费机票时速 还可以顺道到国外旅游等诱因吸引20多岁男女担任跨境运毒车手 呼吁年轻人不要为了贪图小力加入 因为涉嫌运毒可能被处于死刑无期徒刑 或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一旦染上后悔莫及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